不只民众 连我国的新生代网球好手彭贤颖 也传出染上了出血性的灯格热 网球协会秘书长下午证实 确定他的台维斯杯国手的身份 将由王介福来地补 天津东亚运南双的金牌选手彭贤颖 原本预计下周一要启程出发 前往土耳其参加台维斯杯 却在今天传出了染上了灯格热无法成行 刘忠欣就表示 根据法令规定 原本不得公开病人的姓名跟资料 但是经过经纪公司的同意 转达他目前在家休养情况相当稳定 而稍早彭贤颖本人也透过LINE 跟球迷来报平安